好 剛剛我們提到有政策加持的這些概念股 這當中其實也有包括了生技產業 我們要請微量帶我們看 尤其隱形眼鏡這個算是高獲利的模範生嗎 對 那眼鏡是人的靈魂之瘡 其實一方面呢 老年人會有像青光眼白內臟問題 那現在呢 因為文明人口一定都使用了3C產品 所以這個近視的眼疾 這個要嘛選擇雷射 不然就是戴眼鏡或隱形眼鏡 隱形眼鏡 所以其實整個眼鏡產業可以說是 生活必需的產業 肥育你猜猜看 全世界人口這麼多 近視的人口占幾成你知道嗎 一半嗎 你覺得占幾成 三成 太厲害了 你怎麼知道 肥育真是上市天文下之地 就是三成 那研究機構預估到2050年 全世界近視的人口會來到47以上 佔全世界的一半 所以換句話說以後呢 每兩個人就有一個是近視 這比重很高耶 對 那當然近視的人為了方便 或者是運動的習慣 美觀啊 可能就會有越來越多人選擇 佩戴隱形眼鏡 那我們看全球隱形眼鏡這個市場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穩定的 因為剛才提到 它就是一個生活必需的產業 你景氣大好大壞 其實你任何的消費之處 不太可能去排擠掉隱形眼鏡 所以除非像2020年為什麼掉下去了 那當年就是因為疫情 如果你不用出門了 大家就整天就是掛個眼鏡在家裡 穿個睡衣 要做什麼就做什麼 所以2020這邊很明顯是往下掉的 對 否則你看不論是過去 不論是現在 不論是未來 整個隱形眼鏡的銷量產值 它其實都是穩定的一路向上 那預估未來幾年 它的一個年複合殘量率 大概是5.9% 那全世界隱形眼鏡市場分布來看 第一大市場就是美國 再來是歐洲 那再來則是日本 這三塊市場 美 歐 日 合計就佔全球的八成二 那剩下的市場 亞洲部分目前佔比是8% 但千萬不要小看 因為亞洲的人口數比歐美還多 而且近視的普及率也更高 因為我覺得可能亞洲人 學生時代 這個升學壓力重 輸看得多 那為了輸壓就電動也要打得多 那到了上班以後 這個長加班 壓力又重 用電腦用得多 但重點是亞洲 其實隱形眼鏡的市場滲透率 相對是比較低的 那其中亞洲成長是 這個幾個區塊裡面最高的 而且重中之重就是 來自於中國 中國是現在全世界隱形眼鏡 成長率最高的 預計2023到2026年的年 複合產量率是12.2% 有沒有 就比我們剛剛講的 全世界的年複合產量率 是來得更高的 對 那我覺得中國也好亞洲也好 其實因為有時候看很多好萊塢劇 就很羨慕那些美女 這個水汪汪 閃閃動人的眼睛 就像肥皂一砸就好像會放電一樣 所以亞洲也都希望說能夠佩戴眼鏡 而且這裡面可能還有瞳孔放大片 還有這個像彩片 其實目前都成為主流 那尤其在中國來講的話 彩片的銷售是相當相當普遍的 那另外全世界的隱形眼鏡 主要掌握在四大品牌的手上 分別是嬌生 愛爾康 庫柏跟博士倫 那你可以看到他們過去來講的話 曾經大概南跨全球 大概九成以上市占率 不過逐年來講慢慢有點下滑了 現在四大品牌合計起來大概占88% 那換句話說 這個剩下的一層多的市場 逐步的被其他崛起的中小品牌 那開始分時侵占了 好 如果是這個隱形眼鏡 這個商機未來成長趨勢是確立的 那為什麼感覺股價很委屈呢 好 那其實這幾年 因為疫情的發展 那當然讓隱形眼鏡 整個拉貨或消費 暫時受到遞眼 但是未來的趨勢是不會改變的 剛剛提到各品牌其實現在都開始 像雨後春筍一般的崛起 而且因為線上通路的興起 特別在中國 其實在線上買彩片 是最為方便 也是最為普及的 那因為你在線上銷售 少掉那個中間經銷的成本 所以有些小品牌 它的機會就比較高 而且它更可以提供便宜的隱形眼鏡 跟彩片 性價比更好 對 那這邊來講的話 中國市場其實就是 全世界裡面成長最快的 而當中有大概45%就來自於台灣的 銷售到中國去 所以說以現在來看 因為疫情解封之後 中國雖然 大家擔心他們消費問題 可是我剛才講 買隱形眼鏡 買彩片 這個是生活必備的支出 所以其實它的消費動能 也開始復甦 那我們就先看六四九一經碩 你可以發現 今年它的股價 前面是先跌之後 但是大概過去幾個月 慢慢也開始完成底型之後墊高 目前月季線黃金交差之後 形成下檔支撐 所以它現行已經開始有一點發展 來多頭格局 那預計明年可以成長十五趴 那成長幅度相對不是特別亮眼 可是為什麼它股價先往上走高 領先同業 就是因為它中國營收比重比較高 所以從這邊可以看來出 中國的業績在回溫 如果你覺得說 因為接下來有機會帶動其他同業 那我認為六七八的事項就可以做留意 因為它今年EPS五點八 預估明年幾乎翻倍來到十點四 所以成長幅度比較高 明年可以賺一個股本 對 那股價其實目前還在月季線糾結附近的整理區間 所以一旦配合如果增量的話 股價可能就會有機會展開攻堅 好 高威良 但我們看到是在生計產業當中 特別提到這個高獲利的隱形眼鏡的部分 我們稍後也要來關注的是 在貴買指數其實已經是連十紅 其中中小型股真的是氣勢如紅 有些甚至還出現爆量的情況 那麼這個爆量接下來到底是好還是壞的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要來了解